这次来南岛参加国际路里邀车塞美国队 生团里面有一个让人认识的面向 它是价格的台湾原住民文理秀 过去曾经是台湾路里国家队的国手 就因为表现非常优秀 受到美国队看中 2008年北京欧文以后 比邀车前往美国担心高连 对文理秀来说 这是一个难题的机会 以前往美国以后 并希望有结出的表现 也能先为台湾选手 还是国外技术的救援 因为我是算是台湾第一位到美国当教练的 那我希望说因为这个桥梁 我希望不要断 那能够让这些台湾的小朋友 也能够到美国去做一些不同的训练方式 然后让他们去学习不同的练习 美国队中高连表示 因为环境和气候的关系 美国担手在石来困难的时间很短 因此就用我们理秀在修备方面的力量 来提升美国担手的实力 我们理秀所担任的美国担手 也因为他的基督 那是对台湾努力担手的油店 这是美国本土高连没办法教给他们的 因为过期辛苦努力换来优秀表现 我们理秀成为第一位 担车到美国担任高连的台湾人 可以说是台湾秀公 大队回来台湾比赛 他的亲人也帮来现场替他加油 加上也都替他感觉驚慌 所以为他很高兴啊 为他觉得感到很骄傲啊 很开心啊 然后就是以他当目标吧 对啊 就是他能到美国 然后全家人都为他觉得很骄傲 然后很为他开心 我们理秀是保理国中和保理国港所 分联出来优秀努力担手 虽然跟美国担任高连已经三年 不过他友谊关心台湾努力运动发展 因此 他希望继续留在美国打拼 并且成为台美之间努力交流的交流 和台湾的体育人材 有机会继续在国际上升的中心 继续王教兴彩方报道